我把你妈妈的手机投出来了 咱们打电话求救 后勤肯定不行 我不知道咱们现在在哪 难道真的没有人来救我们 来 喂爸爸你是爸爸吗 你快来救我和妈妈 这里有好多坏人 他们都打我 我好怕 你快来救我和妈妈 小朋友 你打错电话了吧 没有 没有打错 电话号码是妈妈告诉我的 我妈妈叫洛威云 我五岁了 妈妈告诉我 我爸爸叫洛威云 你就是我爸爸 你赶快来救我 落飞雪 先生 没事吧先生 快走 怎么说你去医院 欢人来了 欢人来了 我不能说了 你一定要赶紧来救我 妈的小兔崽子 还敢投电话 看我打不死你 我没打电话 我没有 大哥 怎么回事 交通们集合 是 快快快开车 给老子查 查出这个电话号码的位置 大哥 查出来了 在江州市城南飞机工厂的一个仓库 快 给老子以最快的速度过去 我堂堂黄吉尘尊主的亲身 亲人被一帮无赖无打 他们集合了吗 我已经通知黄吉尘各个部门了 尊主有令 小尊主生死未知 下人不命 黄吉尘所有头领 这就看到江州集合 是 别打 别打小蓝姐姐 不是他吧 手机给我的 是我自己偷的 别打 小兔崽子还敢咬我 星星连你一块揍了 还看打电话 打死你活该 不懂规矩 就只有死路一条 小朋友 我也是告诉妈妈 让她从了往 以后呢 妈 你就不是没有爹的孩子了 妈 我就是你爸爸 好吗 我有自己的爸爸 谁稀罕你给我当爸爸 小兔崽子 敢这样对我们少爷说话 信不信我打死你 小孩子妈 男人竟然是死路 你倒是好心事吧 你别忘了啊 我们之前的约定 上大学的钱呀 老子已经给你了 你呢 却他们不知死活的把手机给了那个小野种 妈 我让你呢 是帮忙的 不是来捣乱的 你呀 要是想死 他就知道 他妈妈得罪你们 你们不是已经抓了他妈妈了吗 干嘛要为难一个孩子呀 他才五岁啊 你们把他关在这儿 不能吃不给喝的虐待他 出门人命 你们负责吗 你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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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想到 你是一个熊光蛋 还有菩萨情长 啊 你呢 还是想考虑考虑自己呢 要不是 要不是 留着你还为了看的啊 你那妈 老舅命 什么 什么他妈都不人不见了 劝你们了啊 赶紧把人给我走回来 不然老子歇着你们腿 放开我 放开我 五个大坏蛋 我爸爸一定会来救我的 爸爸呀 你也不知道你妈爸和哪个野男人生的你 你别做梦了 快快快 找死啊 还没查到原因吗 我们江州跟黄金生一直都很友好 为什么他们今天全部进入江州集合 为什么 到底为什么 军庭查不到 继续查 十分钟之内 我要看到结果 董事长你知道的 我们真的查不到 黄金生的安保器能做到太阳了 要比较好 你打得住他们 不许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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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他们想去江州哪里 都要统统放行 听懂了吗 是 快告诉我 发生什么事了 董总 黄金生尊主唯一的幽女被人坚持 现在后面不信 凡是参与过这件事的人 她一个都不会放过 董事长 发生什么事了 天塌了 放心吧 孩子没事 就是这几天受了点惊吓 又饿坏了 让她自己好好睡一觉 再补充点营养就好了 放心吧 孩子没事 就是这几天受了点惊吓 又饿坏了 让她自己好好睡一觉 再补充点营养就好了 谢谢娘医生 还麻烦 多照顾她几天 您的务工费啊什么的 我十倍不长 前世文都无所谓 真的没事 照顾好病人是我的职责 在她好之前 我每天都会过来看她的 老外宇 她心里在你 大哥 五年前 她生下少尊主后 就被家里嫌弃 日子很不好过 之后 就被吴家的少爷 也看上了 洛家的人就想把她嫁过去 吴热文 就起了歹心 绑架了少尊主 以此来协货她 万幸的是 她在江州 有一个很不错的闺蜜 叫江丽英 江小姐已经把她 接到家里去了 可是 十几分钟前 吴热文趁人不注意 挑车逃走了 她现在带人 去江丽英家里也有人了 为了以防万一 我已经派了两个兄弟 往江家那边赶了 去江丽英 去江丽英 江丽英